准备 放 第一局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红方就是大家 非常喜欢的大胡子 戴维特 切莉亚 在之前那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是 这场比赛对于恩惠克来说 他是一位非常张扬的选手 上场比赛他把澳洲独心莫森 可以说是玩了三个回合 而且在局间不停做出挑衅的动作 大家注意看到他像林小龙一样 把右边也就是自己的强势的一侧 置于前侧 这个还很少见的 是的 很多的观众以为他是个反架子左撇子 其实他是强侧前置 对 这场比赛大胡子杀手切莉亚 他能否再使出像上一场比赛 KO金童加尔沃的这种单击重击的这种能力 像这种开局我们所没有想到 是吧 对于这个大胡子杀手切莉亚 他毕竟获得Gloria的这个 这个冠军冠军啊 世界冠军啊 是的 实力了得 对吧 那他这种开局我们没有想到 而且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不排除以后的可能啊 切莉亚会使出这种冷招 再次给恩惠克造成致命的伤害 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是 恩惠克非常技巧性的 不给切莉亚这种空间 切莉亚点击 但是你没看到这个切莉亚实际在压缩这种距离 压缩你不是打哇打 没事没事来 你还没给我机会 没给我这种空间呢 他在等 这场比赛看到篮方的选手恩惠克 他的强侧前置呢 身体呢是几乎是成为一个 纯的一个侧面来面对对方 这场比赛目前为止 胡子杀手切莉亚 也就是红方选手 打得还是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谨慎 他这种谨慎并不是说 因为我实力比你弱 我才这种谨慎 而是我这种防守 是让你肩出招 让你先不是说释放你的能量 他是没有给我很好的这种机会 随时准备好发力 对 报价非常的紧 他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我没想到 他会采取这样一种开局的一种战术 按说作为世界级的选手 首先我是要主动 出动作创造机会打击你 他今天没有打反击 打反击你看 防得非常好 你打随便打 打不进来了 根本就打不进来 你出动作怪兽打不进来 看到确实到目前为止呢 胡子杀手切莉亚的腿法显得张力还是不够 但是反倒是恩瑞克自己的左腿的扫踢 却完全是能够能够发出 而且是已经是产生了效果 走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第一局根本感觉是非常快啊 过来 对 太快了 这是高手的一种对决 他这种对决 并不是我们出拳的多少 比赛这种频率没有 他在一攻一防当中 在消耗在你身中一种无形的那种压力 是的 我看到慢性回放 非常突然的后腿的袭击 你就从慢动作看得非常清楚 不管你是后手圈的基础 包括你千百圈的打击对方头部 都很难跟我打进去 是的 马上迎来第二回合的比赛 快 我们看看戴威德·奇莉亚 从这个乌克兰的恩瑞克的第三回合比赛 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场比赛看到蓝方选手恩瑞克 也是非常的警觉 这场比赛不能 没有了上一场比赛的这种 非常张扬的这种情况 我感觉今天这个好像 你看那个红防选手这个奇莉亚 他好像就讲 在今天比赛就采用这种战术 第二回开局还是这样了 是地球一模一样 但是这种压宝式的这种 可以说是去等待 可以说是突然发力 出冷招重击的机会啊 如果说是到最后还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他的场上的整体的把控的直观的 在常卫裁判的眼里面是不利的 对 走 放 现在他在削弱这恩瑞克的这种 你的攻击的力量 恩瑞克就在想 我不管你怎么防 我就一味道去进攻打击 至少在出招的次数还有频率方面呢 超过其力 非常漂亮 这个射身技 转身的后旋踢 但这种射身技距离那么近 他敢用这种动作 非常大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走 走 倒是打到了档布 我并无大碍 从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胡子杀手 齐利亚开始慢慢发力 左手的直拳 现在我觉得现在那个恩瑞克 要想办法对方对自己的头部防 那么好的情况下 包括那腰部 收得非常紧 就是你上过去也很难打进去 是吧 这时候 对 用一些西装 用一些扫踢的动作 用一些扫踢动作 走 能进去 走 走 场赛毛景宇是非常严格 来把控场上的节奏 这场比赛双方打得非常具有技巧性 全场的观众 都是在 压缺无声 真是压缺无声 都被带入了这场比赛的节奏当中 连续的非常立体的拳反的进攻 接阶系 你看那个胡子扎手齐利亚特别的从容 你看他在这防守当中特别的从容 压缩距离 但是我怎么一直在等啊 其实到这场到现在为止呢 齐利亚 大家看到 恩瑞克又开始自己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挑衅的动作 刚才提到的 那也不排除齐利亚这场比赛去压宝 真的要去放重击 来想要去直接配偶恩瑞克 如果说 因为从目前的比赛来看 恩瑞克他是偏重于拳反的进攻 而且自己的右侧 多出来是暴准的平当 特别是头部的防守 也不排除了齐利亚 就是想要这种舍身技的 转身突然的奉旋踢 来冷不丁的给恩瑞克造成重击 我看等下有没有这个 你冲过这个慢动作看得特别的清楚 转身舍身技 是的 他没那种距离了 已经空间太紧了 没那种距离了 你包括恩瑞克的拳腿的打击 是吧 你看很难打进去 很难打进去 确实这场比赛 孤子杀手齐利亚 他的表现确实让我们心里面 也是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这场比赛抱得那么紧 为什么会采取这么保守的 这么一个打法 第三回合双方又继续 之前两个回合的节奏 恩瑞克的这种点射 刚才一个扫踢腿是踢到了齐利亚 赢机的扫踢腿 南方选手 乌克兰的恩瑞克 对于这个胡子杀手就其他 你的这种打法 他已经是看完录像 是很有针对性的 我就靠着拳马 我不管你怎么封堵 我就靠着枪一直压制着你 一直压制着你 这个时候来看到胡子杀手 齐利亚呢 在信心方面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你看 自己中心在失控的情况下 仍然 你看 在那么短情 我马上起来 平衡力太好 平衡力太好 是的 这个时候听到胡子杀手 齐利亚 他说是非常急促的呼吸 显得是非常的急 但是恩瑞克呢 显得还是非常的平稳 而且节奏保持的 也是非常的平稳 我们看到这个齐利亚这种海盗式打法 哎呀 那时候我在想 这个格劳奥瑞的这个 这个轻量级世界冠军 他怎么拿的 他这种海盗式 就通袭对手 就通袭对手 是的 不是我们想我们所看到那种 就一直主动进攻那种选手 那种打法 你拿了冠军我们都非常认可你 看着你的技术一种全民性上 而他没有 是吧 你像了维克多那种打法 我们大家喜欢看 爽心用全队的组合 是吧 是的 非常连贯 你看他 就典型的海盗式打法 但是至少啊 到目前为止 尔瑞克证明了一点 他赛前所说的 确实啊 戴威的齐利亚 他的这个控制道 在他身上确实不容易使出来 这是大舞台杀手 戴威的齐利亚 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虽然场面上不好看 但是挺实用 实用的 不要摟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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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共产阶的比赛当中 如果你再摟爆的话 那我就对不起 我扣你一分了 确实刚才已经对于双方 也是多次的激动了 到 翻 到这个时候就是因为 齐利亚在前两局的这种保守 造成了他现在的为时已晚 到 三局打满 如果不输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尔瑞克能够挺进四强 看看他怎么判吧 看看他怎么判 这场比赛挺有悬念 很有悬念画面 很有悬念画面 看到高速摄像机 看到了双方啊 在每一次对决的 非常细节 都非常逼真的画面 就是这个赢级的扫踢腿 打着大胡子杀手 齐利亚措手不及 我们看看到底谁能够晋级 从场面上来看 这个蓝光选手 还有尔瑞克在今天比赛里面 从第一位到第二回合 都始终压迫着 全体队全网的这把打击 尽管地方防守非常地严密 但如果始终在进攻的 都场面上的主动性 他占据这个优势 第三回合 这个红方 齐利亚有反击成功的那种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 胡子杀流齐利亚的教练 不是很高兴 应该对于他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 打得太保守 就是我们在今天比赛里面 不管这场比赛是胜负 打到现在来看 反正我感觉今天 这个 哥鲁齐亚的戴维特轻量 没有打出他应有的 格拉尔维特 世界轻量级冠军这种瞬间 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结果 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 又一位世界四强诞生了 一号裁判 二号裁判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judge number two 29 29 一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judge number one 27 30 三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judge number three 27 230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蓝方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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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场比赛 对 送给我们第二位世界四强 我们一月份三亚世界总决赛再见 Erik will see you in the final 这位有一点 二十三 二十五 一十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